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说电影爱电影 我是大K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当医生变成流氓 放荡不低爱自由的故事 影片一开始于一场不可描述的激情戏 紧接着便是偷安眠药 妙龄少女堕胎 让大K我差点没有解说下去的勇气 因为怕审核不通过 好在话风一传 来到了一个带有浓厚香港风情的小街道 接着便上演了一场抢劫大戏 而我们的主角流氓医生刘文 不幸成为了强盗的人质 是的 您没看错 一起风发了梁朝伟饰演了流氓医生 试问如此帅气的流氓 耍起流氓来 真的会被当中流氓吗 好了 言归正传 刘文的好友 香港皇家卧底阿超 闭着眼睛的一枪 抱了劫匪的头 救下了刘文 可是抢劫这事儿啊 罪不至死 于是刘文医者人心 替劫匪做了急救送往医院 医院呢 给劫匪动手术的权威外科医生 是刘文的同学左思杰 他们两人在校时 本是同台经济不相上下 可如今也算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一个是大医院的顶尖专家 一个是在登龙街帮人医花柳的小伙计 但是身份的高低 并不和医术以及医德成正比 正是刘文别出心裁的手术方案 成功的取出了 卡在劫匪头中的子弹 可惜啊 操作这场手术的是左思杰 他更是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为己有 不过左思杰身边的实习生 苏医生倒是把一切都看在眼中 自愿放弃大医院的工作 屈身来到了红灯街刘文的小诊所里 拜师学医 可是刘文却别有用心的 把一位病入高方的骨癌病人阿仙 交给了苏医生 更为戏剧性的是 苏医生对阿仙一见倾心 可是苏医生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 无要可救 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 更为是否给阿仙进行一场 意义不大仅能续命三月 却痛苦增倍的手术而纠结 这篇刘文来拜访他的说言人是 鲍教授 鲍教授除了是一位顶尖的外科医生之外 还对中医以及哲学颇有酸严 他的研究成果前期不被看好 可是后期却潜力巨大 大有冲击诺贝尔医学奖之士 不过鲍教授一向保守 对待将自己的研究 公众于世一直心有顾虑 而左思杰也曾是鲍教授的学生 只不过不太受鲍教授的代言 却一直给予着鲍教授的研究成果 一直想方设法的 想要拿到鲍教授的研究资料 并且为己所用 他约上刘文吃地摊 想借用为鲍教授建立基金会的名义 让鲍教授贡献出他的研究成果 打发走左思杰后 来了一位高挑的美女乐梅 乐梅是刘文的病号 也是身患绝症 但没刘文治愈 可惜失去了生宝宝的能力 而在片头提到的卧底警员阿超 却非常喜欢乐梅 乐梅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妓女 但她丝毫不在意 甚至天天在乐梅楼下站岗 阻拦前去找她的嫖客们 并且贡献出自己全部的积蓄 要保养乐梅 妓女当到这一天 也算是熬出了头 可乐梅却是一个有追求的女性 从事妓女行业 也只是为了养家 不过她还有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到了鲍教授基金会成立的大日子 这天来了许多医学界的名流 其中包括左思杰的朋友 报教授慈善基金会主席 加花花公子季童 以及香港卫生署的白书长 在活动期间 有一位被花花公子季童 辜负的一位自杀未遂的女人的男朋友 前来替她找季童算账 一枪下去没有打到季童 却将子弹打入了白书长的屁股 直插脊椎 这又是一场难于上青天的手术 整个医院没有人敢接 昨自杰不得不再次带着资料去请教刘文 刘文三下五除二解决问题 白书长手术大获成功 可历史再次重演 又是因为手术操刀的是左思杰 又是因为他的品行不端 又是所有的功劳 又算在了他的头上 不过刘文丝毫也不在乎 因为他此刻正在和左思杰的女朋友 春宵一刻值千金哦 这边我们再说一下 医学界泰斗豹教授 他英文 甘硬化住院 刘文前去探望 判断他可能命不久矣 于是带着他去进行一波死前最后的消遣 一顿狂吃狂喝之后 报教授提出了一个不太合理但很合情的要求 那就是酒足饭饱之后去温存泥烦 可是毕竟年过半百力不从心 刘文将报教授送到之前医治的妓女阿仙那里 还惹得暗恋阿仙的卧底小嘎潮非常不满 正在两人争吵之际 报教授死在了妓女怀中 可谓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 报教授一声风流倜傥 洒脱率真 聊一次声已无遗憾 可是阿仙却要面临着警察的盘问 此刻阿超鼓足了勇气向他告白求婚 想与此来保护阿仙不被警察找麻烦 可是阿仙还是以自己身体已经不完整 心里已经不敢爱为由 拒绝了痴情的阿超 并且离开了登龙街 这边刘文也遇到了麻烦 昨季节自愧不如刘文 想要联合香港医师协会 因为他私自带报教授离开医院为由 来吊销他的行医执照 刘文也异常的配合 接受医师协会的调查文化 调查过半又出了新状况 左思杰去参加花花公子朋友季童的晚宴 结果又遇上了前来找季童算风流罩的人 结果这个人又涉骗了 一个穿心将左思杰送进医院 哎呀呀你说说哈 有些人的命就是好哈 被人挡死呢一次还不够 还能挡两次哈 怪不得他敢如此嚣张哈 各处留情哈 这边进了医院的左思杰 又是一场疑难杂症 子弹停留在了心脏之内 没人敢动 没办法医院的人只能再次请来 正在接受调查的刘文 刘文手舞足蹈的一波操作 再次完美救人一命 而医师协会 此刻的调查也出了结果 原来刘文本来就没有香港的行医 资格执照 而他所持有的非洲 孟都拉共和国医师 姿势早已不被香港所承认 原来医师协会白忙活一场 吊销了一个没有执照人的执照 简直是一笑大方 不过刘文既然已经被发现了 没有行医执照 他不得不离开灯笼街 准备去非洲援助医疗 他所有的妓女街坊们 因为他的医术高超 以及行侠仗艺都纷纷不舍 就在分别之际 佐兹杰的女朋友 带着医管局委员会批准的 香港行医执照匆匆赶来 原来他通过威胁医师协会说 没有让行医资格的刘文 给佐兹杰动手术为佑 逼迫香港医管局给刘文 颁发了行医执照 当然最后佐兹杰的女朋友 也成了刘文的女朋友 而佐兹杰经历的生死 恍然大悟 加入了非洲援助医疗项目准备局 反思进化 修炼成活 无论是搞笑的台词 或是破败的街景 这部1995年 由李志毅导演拍摄的流氓一生 切实地打上了那个时代 最显著的香港电影标志 梁朝伟 刘星云 钟立体 徐志安 陈小春 罗嘉英 等等一众大排明星的加持 让这部电影在当今 紧张惨烈的电影行业中 依旧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拍手叫好 当然可能有人说 这些人在演这部电影的时候 还不是什么明星大腕 可是有了这样好的电影相互成全 还怕日后走不了红盘 成不了明星吗 据说这部电影是改编自一部 日本漫画 可是整个故事看完 就感觉恰如其分 自然而然的发生在了 香港某个破旧令乱的红尘区里 是属于香港的草根结诚 对善有善报 以及隐藏于平民区中 平民英雄的唯美构想 好了 乡亲们 今天的电影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是大K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